酸甜抱抱水想对你说 生活酸甜有助 抱抱爱你无私 孟非老师好 两位老师好 各位女嘉宾大家好 我叫吴汉景 来自广州今年25岁 本嘉宾由随时随地 视频相亲的去约会APP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容正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情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 我希望和我的另一半 去看一次橘色天际线 橘色天际线 其实就是去看一次美丽的夕阳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 是因为我之前和我的几个朋友 我们开车上山 海拔一千多米的山上 有一个废弃的天文台 我走出帐篷的时候看到了一个 我这辈子看到最美的夕阳 我当时就下定决心要和自己的 未来的另一半一起去看一次橘色天际线 然后一起去度过一个特别的环境 有过类似经历的女生橘色看看 21号 大家好 我叫刘晓斌 今年22岁 然后暂时的话是一个舞蹈老师 我现在在厦门 你听说过厦门最火的日落吗 征挫安那边 我去厦门看过 我现在就是非常喜欢和未来的男朋友 一起去做一些非常浪漫的事情 但我最爱的就是和你一起去海边看日落 希望有机会和你一起 好 有机会去古浪雨一起看日落 好 6号 男嘉宾 你好 大家好 我是韩冰宇 来自辽宁沈阳 今年25岁 是一名在读博士 我是每次出门旅游 必须买黄昏时候的机票 所以每次我都会在飞机上看到 橘色的天际线 非常好看 我来南京的时候 就看到了有一朵云彩 像一条龙去闲日一样 特别美 这是哪里啊 好美啊 这是我在塞什尔的海边 看到印度洋的落日 我觉得特别美 是因为我看到那个海面上的那个对比色 太像油画了 对 就很像油画 而且是手机拍的 就手机拍的 这个也很美 这个地方离南京大概100多公里 在虚仪县的天泉湖 虚仪县最有名的是大家都知道的龙虾 对了 小龙虾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大大有名的 今天我们录像的时间是13号 就是今天 是北半球最大的肉眼可观察的 鹰仙座流星雨 就在旭仪县 有一个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 观测点就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光污染很小 去年我就在那看过一次 一个晚上你躺得肉眼可见的流星 划过天空 非常非常浪漫 刘云杰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我看到这幅图就特别有感触 我想起来我之前看到的一句话 就是闲时与你立黄昏 造前校问周可温 福生六季的 对 就是他描述他和他妻子的生活 就是我悠闲的时候 可以和你一起看日落和黄昏 但是吃饭的时候呢 你笑着问我 这个周是不是温热 我觉得这个就是 两个人一起相处的 一个很好的状态 尽管这个故事的最后的结局 有些悲惨和气凉 但是他记录的 一对夫妻的那些日常 对方回忆起来还是特别特别的甜蜜 全是这些点点滴滴琐碎的事情 每一幅画面都是那么的甜蜜 你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对方和我吃饭的时候 坐在我的左手边 原因是 原因是我是左撇子 我什么都是用左手的 然后如果对方不是左撇子的话 我们两个吃饭筷子会打架 然后出一个为对方考虑吧 就是希望对方坐在我对面 或者是右手边 对 有道理 坐在左面交叉位置 对 也很方便 台下有左撇子吧 彭瑞 我倒不是左撇子 但是我可以双手一起用筷子 那很厉害 你是左手各用一根还是各用一双 不是 一个手拿一双 各用一根 他说我左右手有筷子 我就想是一边一根还是一边一双 那是直芒衣 这个左撇子会影响握手吗 好像之前确实有这种情况 你握手也是伸 对 我也是左手 习惯性 就是我伸右手 然后你正好是个左手 这边牵手 好握 不是 那我们如果不知道的情况下 正常一进门就是会这样 那你他也会吗 他来调整 他也会调整 如果对方先伸 我就根据对方的手来伸手 对 我总不出于进门 兄弟你是哪个手 看第一条片子 好 数据不是黄金 但数据指引黄金 我是吴汉子 现在是一家会友公司的项目经理 每天四分之一的时间就是开会 今天这次资本反馈 转化率偏低 得把笔程度机理清楚 我们可以设置PO专门去拼出关键信息 可是我们几个没时间 别催 要不你来 都说别催了 让新人来 这下人质进眼倒挂 那让PO控委节点 倒闭一下开发进程 计划颗粒度 迭代分点效果 那没什么问题我们就散会吧 生活中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我都会去制造点打卡 这是我了解这个城市的方式 哪里是老城区 商业区 地标建筑 提前做好攻略 就能一一对应 去偶遇午后的黄昏 去捕捉城市的天际线 但我更喜欢夜晚时分的车水马龙 感受这座城市最真实的市井气息 我们家族的人都很爱读书 我爸是毕业于中山大学的 我的两个双胞胎表叔 是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 博博 黄南理工 读书上海交大 表姑 香港中文大学 唐妹 香港科技大学 我爸 虽然也是一个双一流大学的学历 但在家族里面就是垫底的 副理系毕业的父亲 生活中是一名国学爱好者 从小我是在父亲开的书店里长大的 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 喜欢国学也喜欢法国人学 会讲一些法语 生活中我是一个性格温和的人 像我这样情感丰富 且情绪稳定的他男孩子 是你理想的另一半吗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首小诗 然后这首小诗的名字叫 《第一千个中秋夜》 她的故事背景是小时候 我外婆带我去逛街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晚霞 很美 然后月亮升起的时候 我外婆给我讲 嫦娥奔月的故事 然后我觉得 她是种下了我爱情的萌芽 就是挺浪漫的 然后我把它翻译成法文版 希望大家会喜欢 《第一千个中秋夜》 字幕志愿 Amin которое 字幕志愿 《有钟头ό能疏》 《第一千种》 《第二千篇头 kısa》 《第二千种》 《早音乐是閉sprung夏天》 《 Ibuket fini出演了?》 《三千ronilly》 《一mäß天师》 《色管腻煌跃的光 vole pi seen》 《三千山多地埠》 《四百一半》 謝謝 就是诗人 他可能在寻常的生活中 能感觉到非常非常多的诗意 然后他能够用文字的方法 很多元 很丰富 很变化地把它表现出来 这种独特的能力 14号 你好 男嘉宾 就是你的家人 甚至包括你自己 就是学历也是挺高的 所以你们会介意 就是你以后的女朋友 学历没那么高吗 不会 完全不会 就是长辈是对我小时候有要求 但是后来也没有跟我提这件事 然后我自己也不会 对另一半的学历有任何要求 就是聊得来就好 所以你是比较重视女方的 哪一种特质呢 一个是真诚吧 就像咱们节目有个诚字 就是希望对方比较真诚 然后一个是有两个人词场对得上 就聊得来 可以无话不聊这样子 介绍一点你们的互联网的术语 给我们听 比如说颗粒度 赋能效果 还有对齐 拼珠 倒挂 颗粒度就是一个工作上的细致程度 然后赋能效果就是引进一个新的流程 或者新的团队 然后给到这个项目 让这个项目的工作效率提升 对齐就是大家碰一下 然后拼珠就是把一个消息给定在 置顶在一个页面 倒挂具体来说就是新员工的工资 比老员工的要高 那老员工心态上就有不平和了 说说你们那些行业的 有没有一些术语 跟大家分享一下 15号 我是房地产行业 就是我们有一个术语 叫做加推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卖房子 然后我们现在先开了一栋楼 我们要把新的楼再推出去 我们就叫做加推 就加推一栋楼 24号 我这个行业是园林行业 比如说我们户外看到那些小草 然后那种四季的那种矮一点的小花花 它叫地背植物 地背 家居类的话 就开业的时候不是都会用那种发财树吗 那发财树也会分很多种 一根杆子的就叫单杆的 还分老庄的 然后有三根杆子这种 就叫步步高发财树 据说有一些互联网大厂 会起花名这种事 你们单位有吗 有 有 就是有 很多是英文名 就我的名字叫ROI 就ROI 三个字母 ROI 但是其实我是夹带私货的 就是它在英文里 也是有勇敢这个意思 我有一个同事跟我很多年 他叫Jason 这是很常见的 他为什么叫Jason呢 接触时间长了就知道 他舍不得花钱 非常节省 他节省是他最大的一个指标 好 23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刚刚看是VCR里面 你的工作强度 应该是很强的那一种是吧 其实还好 就加班情况不多 那如果说你跟你另外一半 你们两个的职业 都是偏向高强度一点的 那平常你会用些什么方式 或者是去加强沟通之类的 我会用碎片化的时间 比如说视频 打电话 写信 或者说就是对方想我 我就请假直接过去 请假直接过去 那看下一条 感情中 只找一个相似的 是否不得好呢 大学时期认识着他 就像世界上 另一个复刻的自己 我们两个的原生家庭 非常相似 高中同班同学 又是彼此的大学舍友 就是很奇妙的缘分 但相处的过程中 发现我没有共同的兴趣 他喜欢短视频 我喜欢纪录片 他很喜欢动健身 但是我并不喜欢 上次那部电影 我们今晚一起去看吧 等下一次嘛 下次一定选 你刚认识的时候 认为对方是相似的 后来又不相似 那你认为什么是相似的呢 第二段恋爱的女生 相处半年的时间里 小插曲不断发生 你在跟谁聊天呢 之前约会过的一个人 但现在基本没联系了 是你看嘛 她非常的坦诚 所以我也没有太在意 那你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可是在一次旅行中 又看到他们在联系 是那个印象深刻的头像 你们怎么还联系 还设置免打扰 没怎么联系 是免打扰的 你看 设置免打扰 要四个步骤 怎么可能设置错呢 女生一再保证 我选择了相信 但也摸摸记下了 男生的微信号 后来 你跟她还有联系吗 先跟她亮明一下我的身份 再暗示一下她 要请你以后跟她保持距离 要不我们还是分手吧 虽然最终分手了 但是我并不后悔这样去做 因为我不想勇望她 我觉得还是要把事情的 前后果理清楚 再跟她去坦诚 刚才那条片子对我来说 又学习到了东西 什么玩意要四步来着 这是设置一个好友的消息 免打扰要四步 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那哥们的消息就进不来 对 你跟他一离开 他就解开这个了 对 这个事之后 成为你们分手 直接的导火索是不是 对 对 导火索 然后当他提出来 就不要说了 就分手吧 你也没有再挽回 我有挽回 我有挽回 但是经过几次吵架什么的 就最后还是分开 嗯 三号 男嘉宾你好 刚刚看到你是通过女朋友的手机 发现的这些小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 在接下来的感情当中 你会要求你的另一半 一定要告诉你 她的手机密码 或者是你会主动 把你手机密码 告诉你的另一半吗 我不会要求对方 但如果对方想看我的手机 我会随时给对方看 然后当时情况是 她主动给我的 对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10号 大家好 我是新来的10号女生 今年23岁 我叫金杨杨 现居杭州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VCR里面有提到说 之前的女朋友比较喜欢短视频 而你喜欢纪录片之类的 你有没有想过说 去两个人互相的这样子 去培养共同的爱好呢 有 我就是一直跟她去 她喜欢的一些娱乐活动 但是我每次跟她说 比如说我们去看一部老电影 比如说我们去看展 看画展 她都说下次一定 对 就可能有点小失望之前 刘玉飞 男嘉宾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 占有欲很强的人吗 不算 我的朋友评价我 其实没什么占有欲 那可是我看你刚刚视频中 你有说 女朋友有聊天的男生 你就会立马告诉他 这是我女朋友 你就是这种情况 绝对不会 我以前都不在乎这种事 但是那一次开始 就是有点 让我觉得有点震惊 因为他之前跟我坦白过了 但是没想到他 几次 三番几次就骗我 其实男嘉宾 我觉得这种东西真的 有心不用说 无心说不懂的 我前男友我之前 就是我就去看他的微信 后面他就把那个女生的背注 改成了黄门鸡米饭 黄门鸡米饭 这个套路太深了 送外卖的那个背注 所以男嘉宾也不要把这个事情 放得太放在心上了 我觉得 好 谢谢 看他一点 那如果反过来 你跟一个男生在谈恋爱 你清楚地发现 他把有一个女生设置为 他说的那个消息面 黄门鸡米饭 你会不会问 还是知道就知道了 不问 还是会 你跟我说清楚这怎么回事 你选哪一种 其实我觉得 大家都心知肚明了 说出来感觉就没有什么 太多意思了 对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可以讨论一下的 就是你发现对方 有一点三心二意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4号 如果是我的话 我既不会选择跟他争吵 也不会选择默默地离开 我会打听关于这个女孩子 她的一些信息 照片 我想知道她是否比我优秀 然后默默地对这个男孩子更好 然后让他们分手 让他们失去联系 范浩然 男嘉宾 你好 我之前有一段感情经历是 有一个女生 她直接主动地加我微信 然后告诉我说 女男朋友正在给我买 你喜欢的东西 然后最亲人的是 这个女生还录了一个 我男朋友的视频 她在视频里问我男朋友说 你认识范浩然吗 我男朋友在视频里说不认识 不认识 好过分 哇 哇 你跟这个优秀的男朋友在一起 多长时间 在一起一年 然后她跟别人说不认识我 你之前说你在恋爱中任何情况下面 两个人吵架都是你先道歉 那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还要跟她道歉吗 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肯定是先哭 然后哭了几天之后我就 就是去转化一下这个情绪 也没有真的去生气过 然后这个男生现在给我发消息 他前面都会带一句对不起 然后怎么怎么着 对不起 他还给你发消息呢 还有微信 哇 也想让他通过看到我朋友圈 发的好看的照片什么的 让他知道我变优秀了 我在这个问题上分享一下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会选择马上就说 但是时间久了以后 我觉得那一刻开始的时候 先要去了解我们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出现了什么原因 其次我觉得要评估一下 我是否还爱你 如果说我还爱你 我就做好我自己 我相信在这一轮的比较当中 你会做出一个更适合你的选择 我不太喜欢的就是超越边界 庞老师这段说得非常好 所以刚才范浩然说到的 那个女生的做法 在我看来是非常糟糕的一种 你说的那个女生很糟糕 但是尽意外地跟你的前男友也很配 其实我也有做错的 就是 我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我给他发消息 他两三天才回我 然后他回个早 我就抱着那个手机 就会很高兴好几天 就那种 我觉得是我做的也有错 就是我的眼光有错 我也有错 所以每个人他都会 一次一次在情感当中 有所成长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件事情 你在处理亲密关系的时候 也会有所成长 最后留灯的23号有问题吗 就是因为我的工作 可能跟男嘉宾就是 一样是属于长度比较大 一天可能只能给你发三条消息 然后我可能 可能一两个月才可以跟你去见面一次 对 我不介意 请问您是在哪个城市 我目前在杭州 我们公司在杭州是有总部的 就是我可能也会去杭州发展 我另一半在哪里 我会奔赴 也会跟着他一起去生活 来看一下男嘉宾的智推 武汉锦的智推女生是 不同的酸甜度为你带来不同的感觉 酸甜爆爆青醋果味气泡水 为您揭晓智推女生 何晓莹 男生性格开朗健谈 聪明机智富有爱心 喜欢探索和分享内心世界 爱思考爱学习 感情里面既感性又理性 懂浪漫又情趣 看重感觉和演员 内外双修的女生会更加分 女生外表靓丽 性格随和大方 做事灵活有度 感情当中在意 跟另一半的互动感和情感连接 感性又细腻 喜欢陪伴 在意仪式感 两个人相处 前期男生需要精心安排 仪式感满满的约会 更能让女生感受到诚意 女生则需要给男生积极的回应 会让男生有更多的信心 积极追求 遇到分歧的时候 男生会更多的包容女生 女生也会体察男生的需要 及时做出调整 是互相关心 互相守候的一对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女生 如果说我为你写一本书 你希望你作为女主角 是怎么样的 我希望写的内容 是我们的一个点点滴滴 在你的一个角色里面 是对我的一个认可 这样子 23号 我会要你去帮我写一个自传 就是 因为每个人的经历 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我希望就是可以通过写出这个事情 然后让你去更深入地了解我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如果选择20号 也可能被拒绝 你可以带23号走 也可以自己走 你的决定是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火提醒您 精彩继续 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如果选择20号 也可能被拒绝 你可以带23号走 也可以自己走 你的决定是 我做出决定前想说一句话就是 其实来参加节目之前我就是有写书这个想法 我之前有在一个文学杂志有做过文学编辑 然后以后真的可能会出一本书 然后刚刚一直看23号 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我可以直接过去演 我可以直接过去演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 由港容真蛋糕提供的 浪漫海岛助理 港容真蛋糕 我对你真的 港容真蛋糕好吃不上火 再见